欢迎收看本期的皇家评测 我是三娃 相信经常玩微博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发现了 自从红米手机独立以后 雷老板是格外的热情 一个劲着在微博上疯狂试探 和网友们互相讨论着红米手机的配置的问题 最后甚至还总结出了一份网友对于红米旗舰机的期待 但是当雷老板在微博上疯狂试探的同时 有一部红米手机其实已经在工信部登记了 所以说这部红米品牌独立以后的第一部手机 其实早就已经做成了 雷老板所收集的网友的建议 可能是为着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红米手机而准备的吧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所体验的产品 就是这款红米品牌独立以后的第一部手机 红米Note7 英文名字叫Redmi Note7 不过我是不知道 这个手机起名字有没有犯忌讳的美术 不过从这部手机上来看 那可能是没有 反正Note7这个名字 好吧 红米Note7的正面 配备了一块6.3英寸的水滴屏 乍眼看上去非常像大一号的小米Play 而这块屏幕的比例为19.5比9 分别率为2340x1080 这块屏幕的观感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和往常一样 中规中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背面 红米Note7的背部整体布局依旧非常像小米Play 然后背部整个采用了渐变色的设计 同样采用了后置指纹 然后摄像头及闪光灯的位置也都差不多 不过在红米Note7上 这个摄像头凸起非常的明显 在这么摸的情况下 稍稍有没点点刮手 手机的背面采用的是2.5D玻璃 与正面屏幕的材质相同 均为康宁第五台大猩猩玻璃 不过手机的中框 也就是塑料材质的 手机的底部是Type-C接口 然后在手机的上面